哈喽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毛豆他们都去包头玩 留我一个人开门 咱们今天就简单做一个 先泡沛的小口鸡 咱们先给它腌制一下 准备点配料 把葱给它切成马蹄片 然后切点姜丝 再给它来点胡萝卜片 咱们给里边上边撒点盐 料酒 下来点生抽 然后花椒粉 来点大料粉 然后来上一勺糖 然后给它揉搓均匀 咱们给它来一个 纯正的内蒙猛男按摩 然后把这些调料 直接给它 装到这个寄肚子里边 让它有表激励 从外在到内心 做一次完全的升华和提升 然后盖盖给它腌制5个小时 准备好一个锡纸 哇塞 这锡纸还挺厚的 把这上面调料抖了下去 然后把这个锡肉给它包起来 把这烤鸡放里边 上下火230度 咱们先给它烤上一个小时 接下来咱们准备点土豆的小丁丁 刚才没露上了 主食方面咱们安排的是淡炒饭 胡萝卜炒完以后 多稍微有点回天口 有一些淡淡的甜味 然后咱们把火腿肠给它切成小丁丁 然后切点葱花 鸡肉应该是已经非常完美了 然后咱们把这个鸡给它扒开 此时咱们这个鸡肉已经非常香喷喷了 现在已经备适用了 接下来咱们再给它简单的刷点酱料 这个酱料其实就是红烧酱油 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给上边再抹点蜂蜜 咱们再把它放到这个烤箱中 烤上十几分钟 我们先热锅凉油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热以后咱们把鸡蛋给它打里边 顺势给它搅散 给里边稍微来一点点盐 然后把虾肠给它下里边 烤好以后咱们把米饭给它下里边 米饭最好吃的是折叶 昨天剩的这种折叶米饭 然后给上边喷一点点生抽 要来调味 然后把胡萝卜丁给它下里边 现在火稍微大一些 然后把它不断地翻炒吧 稍微再来一堆堆盐 撒点味精 上边撒点葱花 然后再给它翻炒一下 接下来咱们这个鸡 基本上烤的也差不多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太不容易了 终于搞定了 今天简单两个夹成菜 先尝尝我这蛋炒饭 哇 这只nice 不然感觉有点干啊 好咱们 再来两个这个 冲个西红柿蛋黄汤 冲点热水 这汤里边居然好爱 还有香菜 来点我的至尊蛋炒饭吧 嗯 哇 满满的都是幸福 我能咀嚼到幸福的味道 你知道吗 好咱们再来点这个地葫芦 这是我老丈人给我腌的啊 我来点鸡腿 老皮不知道够不够酥脆啊 但是里边肯定是满满的汁水 哇 来点鸡腿 哇 啊 啊 啊 so nice 太好吃了吧 嗯 鸡肉本身自带的鲜美啊 然后价值腌制的非常入味 虽然说烤的有点失败 但丝毫不影响它对美味的表达 咱们再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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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來點兒這個 拿點蛋炒飯 很多朋友說我說外語啊,只會是 只會說veryすごい,very nice 其實我的文化水平很高啊,還會說很多 比如說一餃一餃,我請喝了少 YES MOLA,YAMATE 以上的這些我都信手念來 我覺得最後還是扒飯能給我帶來快樂 今天蛋炒飯做的特別的油潤 今天蛋炒飯做的特別的油潤 紅蔥 紅蔥 黝黝 我們可以吃一點點 鹽 鴦 原來不要再吃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小鸡 它彻底扒开 汁水纵横啊 这个是鸡胸肉 来口鸡胸肉 再来一半蒜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前两天我做的肘子 有人说很腻 因为说我做的肥而不腻 为什么会就算呢 首先肥肉的话 我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它不会腻 只是在相对的基础上 不显得那么油腻 相对是我们能接受到的一种程度 二来的话 就算就是不腻的这种鸡胸 我觉得你鸡胸会腻吗 或者说吃面条会腻吗 它也不会捏 但是就了算 它就有一种别样的风味 你知道吗 就很提味儿 吃饱了 感谢大家收看 祝所有看我视频 朋友都能天天开心 拜拜拜拜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